大埔工業邨最近就有一間口罩廠 原來是屈臣市口罩廠的生產基地 而且是由蒸餾水廠改建的 立即看看香港製造有多特別 就是這裏有8條口罩生產線 想看口罩究竟怎樣製造 首先要過幾關 還要來個大變身 Charlie原來入到廠房之前 都要由頭到腳穿上無塵的工作服嗎 是呀Coco 因為我們口罩在無塵車間製造 我們的衛生要求要很高 這裏24小時運作 每個月出產1000萬個口罩 除了講究衛生 這包口罩新手 對口罩的質素都很有要求 包括逐個口罩檢查以繩 還會將耳帶向來接好才包裝 其實對我來說 最難忘是我們 我們全體全公司總動員去檢查口罩 因為其實我們的口罩出廠 我們要求很高 每個口罩我們都要100% 人手檢查過我們才可以出廠 超過100個同事 連續做了好幾天 還要包括星期六日 一起去檢查超過100萬個口罩 成功如期推出了市場 我們有一個同事 其實他之前計劃了移民 他在年初的時候已經辭職 他知道了我們要做口罩 他也知道了 其實因為口罩的生產壓力很大 他聽到之後他就二話不說 他就將移民的計劃推遲 回來幫我們負責一部份的生產 一般的延長管理 還要回到夜班 我們都很感謝他 我們都會拿原材料 送出去外面 用第三方來做認證 我們是做到需要的標準 這批Watson市口罩 上面都印了一個心心和一些字 其實背後都有故事 你看到我們這個心心 其實就是等於我們ASWI很愛香港人 ASWI是AS Watson的industries Watson市實業 We care 亦都很希望跟香港人一齊 同心抗疫 如果說金錢的預算要多少 其實也要過千萬 在兩個月內做到這個工作 可以做到這麼大的廠房 真是不容易的 我們可以做到多少 盡量都去做 我們將會捐出十五萬個口罩 給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在六月底也都會推出我們Level 3 一個美國標準的認證 其實這個國際認證是非常之重要的 亦都是證明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口罩廠的標準 生產質量的控制是達到一個國際水平的 定期我們也會接受一些審核 而不是說一次性的測試 其實ISO13485是對於醫療產品的一個專屬的標準 如果你做足這些幾個部份 我相信消費者的權益是受到保障的 Wastmask 我們應該下一步會怎樣做 那就很視乎香港人的需要 希望快點這個疫情會過了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生活